一定要放冰箱里去冷藏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那炒出来的猪肝然后口感更Q弹 先洗后腌是炒猪肝的一个小窍门 割三颗的盐 两颗的糖 割一勺的黄酒 少许的胡椒粉 一定要割一勺的油 嫩滑的作用 泡点水 一定要把它漂洗干净 割少许的盐 一颗的盐 割少许的糖也是在一颗左右 然后胡椒粉 少许一点点的黄酒去腥 家里的生粉一勺 然后用手把它抓匀 一定要放冰箱里去冷藏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那炒出来的猪肝 然后口感更Q弹 猪肝要嫩滑 一定是要快速的爆炒 少许的黄酒 生抽和老抽把它各半勺兑好 三分之一勺的糖 海鲜酱 大半勺 然后再割少许的胡椒粉 然后割点生粉 铜吗 然后加点麻油就不稠了 这个锅冷油 然后才能保证 待会儿猪肝下去的时候 不能不会粘锅 炒到中间的颜色 两面的颜色 都开始发白了 放葱姜 下点彩椒 这个肉开上有弹性的时候 然后拔上我们的对质线 一盘非常方便的家常版的酱包猪肝 完成了 陶醉厨房 你的厨房百科 - 淘汰厨房